内庭女官的考试 借鉴大名科举会是规则 但又肯定有一些变化 礼部组织考试 督察院监督考试 各部抽选官员评判试卷 其实也没考啥内容 首先大同理论必须合格 其次数学也要合格 最后是各种公文的书写 笔试选出前200名 各部大佬亲自主持面试 赵汉梅让他们参加 各部郎中就能搞定 但那些尚书实在放心不下 然后就有去了 这个邮居连很好 孔武有力 还做过宣教员 可为御马兼掌印 李邦华捋着胡子点头赞许 庞春来则说 金翠萍也极好 做宣教员之前 还在王府当过厨娘 虽然比是名次垫底 只考了198名 但做上扇兼掌印最为合适 被李邦华 庞春来看好的两位女子 都是榜大妖元之辈 她们明显就是故意的 害怕女官迷惑皇帝 内庭用女官是个创举 谁都不知道会搞成啥样 因此各部大佬必须谨慎 特别是第一次 得定下基调 成为今后的潜规则 即 尽量挑选相貌平庸者担任 并且身家还得清白才行 经过反复商量 多位上书投票表决 终于选出私礼兼掌印兼提督内庭女官 这个职务 可称内相 也可称女相 依旧是相貌平平 只能说不难看 依旧是宣教员出身 保证其思想过关 保证其来历可靠 此女名叫施卫贤 一个村属夫子的女儿 先是许配给同乡秀才 还没过门 未婚夫就死了 再嫁给林宪同生 结婚半年 丈夫又死了 从此背上客夫之名 正好大同军杀来 施卫贤离家出走做了宣教员 她的资历非常深厚 投靠赵汉的时间 比李邦华还早一个月 如今已是34岁 说什么都不肯再结婚嫁人 彼氏虽然在100名开外 但选她做内相最为合适 当然有资历更深的女子 比如小红和小翠 但小红如今已是周同之 婚姻家庭都还算美满 小翠也已嫁人三年 直接辞了工作 在家相夫教子 许多女宣教官 都追求自由和人生价值 她们不愿被关在内庭做女官 李湘君有些失落 他比是成绩考第一 却只做了印寿间的掌司 而且 赵汉内庭的印寿间 相比大明的印寿间 全力被砍了一大半 也就能掌管皇宫内的图书 掌管内庭之中的信符 验证出入内庭的腰牌等等 扣白门也差不多 比是成绩前十 被分配到全力砍了九成的内官间 顾恒波比是成绩第二 却直接被淘汰 因为他是明记 虽说赵汉废除良见之分 内庭女官考试也不禁止明记参加 但面试官们心里有感秤啊 而且明记接触的人员太杂 万一混进宫里有什么歹意呢 庞春来 李邦华等人 甚至已经在讨论 今后不准某些行业的人做内庭女官 陈茂生虽然主张良见平等 但也分得清楚利弊 算是默认了他们的提议 数日之后 他们被安排进一处园林培训业务 由居连见到李湘君 笑问道 妹妹做了甚职务 李湘君回答 印售兼掌司 这着实有前途 由居连赞道 赵汉内庭各间的主官 分别为掌印 掌书 掌司 掌司已是印售兼的第三号人物 李湘君年纪轻轻 确实非常有前途 他长得漂亮虽是扣分项 但彼是成绩第一 而且在江宁县做国立员 这些都让面试官们无话可说 李湘君问起各间掌印人选 由居连详细介绍了一遍 各间掌印 全是女宣教官出身 全是相貌平庸女子 平均年龄超过30岁 这么一打听 李湘君瞬间心理平衡 不多时 司里间掌印施未嫌现身 训话道 内庭的规矩 我也不太懂 但我做了好些年宣教员 大家都是女官 不准打骂下属 也不准打骂宫女 当然 做错了是要受罚 该计大过就计大过 该通报批评就通报批评 做了不可饶恕的错事 开除是肯定的 好吗 让一个老资格宣教员做司里兼掌印 赵汉的内庭也迅速搞成宣教系统那套 施未嫌佑说 殿下登基的大喜日子 已经定下来了 今后就该称呼陛下了 登基大典 我们内庭也要配合好 特别是兜之间的姐妹要加倍辛苦劳累 大名的内庭机构 有12间 四四 八局 赵汉不但把内庭权力砍了一大半 内庭机构也砍了一大半 像私设间 上衣间这些 直接整个取消 私设间事物并如兜之间 上衣间事物并如御用间 精简机构 精简人员 能一个人做的事 不让两个人做 能让外庭做的事 不让内庭来做 甚至神宫间都取消了 清扫维护太庙 给太庙皇帝上香 这种事情都交给礼部来做 而且一部分内庭女官 是肯定要出紫禁城办事的 是肯定要跟外面的男子接触的 甚至各间的办公地址 就在紫禁城之外 皇城之内 庞春来 李邦华等人 强烈建议加一条规矩 内庭女官怀孕生育 不可视为皇子皇女 因为指不定是跟哪个侍卫 又或者是跟哪个文官私通所致 女官真想嫁人 随时可以辞职 今后的皇帝 如果喜欢哪个女官 也得先去除其职务 离职进后宫十月以上 所产婴儿才算皇室所出 用女官就是这么麻烦 用太监完全不用考虑生育问题 随着赵汉登基日期将近 南京治安管理也愈发严厉 汉林院 柳如是正在进行字典删减工作 他们的初稿被赵汉打回来 每个字的条目 必须使劲删改 尽量变得更简练 要让初学者能看懂 全部改用俗文 不得使用文言 这改起来可真累人 比刚开始编撰时还累 柳学士 一个汉林院杂役急匆匆走来 低声说道 你的侍女找来 家里有急事 让你赶紧回去 柳如是不明所以 快步走出汉林院 见侍女一脸喜色站在那里 出何事了 柳如是问道 侍女是她在南京故的女佣 如今租房子居住 家里还有个烧饭婆子 侍女欣喜道 有人来家里纳采 柳如是孝道 赶走便是 那才就是求亲 女方同意之后 才开始对生辰八字 皇帝和皇子结婚 也得走这个流程 侍女低声孝道 是吴王派来的人 柳如是听得一愣 随即满脸微笑 又带着些不可置信 除了赵瀚亲征那段时间 他一直跟赵瀚保持通信 刚开始聊诗词文学 接着又聊到工作内容 比如编撰拼音和字典 赵瀚一直通过写信做出指示 到后来 通信更加随意 甚至聊起一些生活趣事 柳如是感觉自己跟赵瀚的亲密度在拉近 但对嫁给赵瀚越来越不奢望 毕竟赵瀚是要做皇帝的人 而他自己则是铭记出身 没想到 居然成了 柳如是带着侍女 招来两驾路边渔轿 坐着轿子匆匆赶回出租屋 纳财者也是一个女官 三十多岁了 带着一对吴王府亲位 见到柳如是满脸微笑 正式办好 女官说道 柳学士 吴王有令 即便册封妃子 你也可以继续到汉林院做事 不过等皇宫修好就不得再轻易外出 殿下有心了 柳如是更加欢喜 他可以把字典编完 一日 此事竟然传到汉林院 钱千亿 张普带着众人前来恭喜 同时也更加避嫌 不敢接近两步之内 就连讨论字典编撰内容 都特地拉上第三人 不敢单独跟柳如是说话 对此 柳如是感到很无奈 他彻底成为汉林院的异类 当天晚上 柳如是独自喝酒 几杯黄酒下肚 成醉写了一首诗 内容有些怅然 字里行间却带着喜意 写着写着自己就笑起来 对于赵汉来说 以后二妃已经够了 但费家姐妹皆为后妃 必须再挑选一两个女子为妃 平衡也好 敲打也好 这已经不是赵汉的家务事 既然如此 选妃当然要选之根之底的 赵汉觉得柳如是就不错 他自己非常喜欢 而且人品也很好 出身什么的反而无所谓 张普破天荒邀请钱千亿 两人去青楼打茶围 秉退青楼女子 二人单独喝酒闲聊 张普感慨道 再有一个月 就要改朝换代了 是啊 钱千亿也唏嘘不已 回想数十载 真个做梦一般 朝野争斗 实在可笑 大明竟真的没了 张普说道 眼下这位 定是英主明君 但做事美美出格 让人难以预料 也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 柳学士自然才貌俱佳 可其出身 寻常皇帝可做不出来 钱千亿哈哈大笑 非常之人 自有非常之举 不是凡人能蠢度的 谁能想到 他不用太监 改成用女官 女官肯定闹出一堆乱子 就看今后的君臣怎样补救完善 两三代以后 我估计还会用回太监 张普忍俊不禁 钱千亿说 两三代之后的事情 我们何须操心 来 满饮此杯